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一场跨越三千多年光阴的御剑 自从1929年第一剑预期的出土 三星堆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员的目光 伴随着大量青铜面具和奇异塑像的问世 四川广汉也引发了人们对古蜀文明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围绕三星堆延续近百年的考古大发现 揭开了古蜀青铜时代巅峰时刻的层层面杀 是谁造就了如此璀璨的青铜文化 又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文化巅峰呢 2022年8月24日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致八号祭祀坑 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 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 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三千年时光 与我们相见 这个身长超过1.2米 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物 被命名为大型丽人神兽 论块头 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 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 大嘴细腰长耳朵 四体带纹头顶丽人 胸口刻有神术 更令人惊叹的是 在丽人的底座壁龛里 还雕刻着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 沉睡三千年 异性惊天下 1929年发现至今 近百年过去了 三星堆仍在 一次又一次地 为世人带来惊喜 从1934年首次发掘三星堆 当时因匪患猖绝 仅发掘了短短十天 出土六百余件起物 到1986年 一号二号祭祀坑 惊陷于世 出土起物超过 一千七百余件 再到2020年 三至八号祭祀坑相继发现后 编号出土的 1.5万余件各类文物 三星堆见证了 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也用它惊人的想象力 向金人讲述着 古术文明的传奇 和中华文明的多元议题 从2020年开始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和组织下 一场由多个大学和考古机构参与 多学科相互配合的 大型综合性考古 在三星堆移植展开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科技考古 通过搭建横温横湿的 钢架玻璃考古发掘方舱 可以第一时间保护考古现场 和出土文物 深迈地下数千年的珍贵文物 一旦出土 原本无氧无光 相对稳定的环境 会瞬间打破 随之而来的 土壤 温湿度变化 空气 光照 紫外线 微生物等 都可能对文物产生 无法修复的火怀 那么这次为了实现文物保护 三星堆修建了这个考古仓 以及空气调节系统 通过对空气环境 土壤 光照 进行一个实时的动态的 监测和调整 维持了环境的各项参数 在安全范围之内 实时20至25度 80%湿度 无论刮风下雨 天气的变化 才也不会干扰 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 这就是科技的赋能 历时三年 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 考古人员对三星堆 三到八号祭祀坑 进行了精细发掘 这里吐吐了许多 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 当它第一次 映入我们眼帘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惊讶 毕竟像这种 之前没有见到过的形象 闪红林口中 令人惊讶的神秘青铜器 发现于七号坑 它的独特造型 前所未见 被誉为七号坑的 镇坑之宝 经过半年的充分准备 2022年6月14日 龟背型网格状青铜器 被成功提取出来的一瞬 这件独特的器物 首次以全貌 呈现于世人面前 宝物分上下两层 四小刻有生动的青铜龙头 里面还藏有一件玉器 而更大的发现 还不止于此 研究人员借助 先进仪器 在它的表面 发现了大片 丝织物残留 属地历史悠久的 丝织工艺 有了更多 考古时政 原朝王真农书第一部分 农丧通绝中曾记载 皇帝原非西陵氏 使劝残世 西陵氏就是 轩原皇帝的妻子 雷祖 相传 雷祖发明了 养残骚丝技术 直到今天 川鼠之地都流传着 关于雷祖的川鼠 四川谷称鼠 鼠的鼠字 有形似野残 上面是眼睛突出的头 下部则是盘曲的身子 青衣一曲绕山水 青衣神在白云端 就像古属民谣的遥远银场 鼠王残丛 因神川青衣到民间 交名养残 而得名青衣神 从魁中残之鼠字 西陵氏雷祖 到青衣神鼠王残丛的名号 似乎都表明 四川也是中国丝绸的 重要产地之一 然而 丝绸在潮湿环境下 难以保存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还没有在西南地区 发现 夏商时期的丝绸石物 如今 三星堆祭祀坑中的 丝绸残留物 填补了这一空白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三千多年前的丝绸物 为古术文字的发现 提供了一种可能 上末期在中原地区 它不仅有文字的出现 它还有文字体系的出现 同一时期 这样发达的青铜文化 为什么没有能够发现文字 所以我们对于三星堆的文字的出现 寄予希望 就寄予在有机之类文物上 要探寻这种可能 残存丝织物的提取与保存 显得尤为重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物保护研究所管员 郭建波 此时 正小心翼翼地 从青铜网格中 提取一小片丝织物残片 进行研究 为了完整复原 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丝绸 郭建波特地请来 飞夷赎井制造大师贺兵帮忙 三星堆当时博物馆 我也看到很多次 其实最吸引我的就是大力人的服饰 青铜大力人像 三星堆处土文物中 体量最大的青铜人像 铜高2.62米 加上180公斤的体重 是荡之无愧的通向之王 大力人 脚带足着 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 双臂成环抱状之于胸前 头戴高官 身上穿着三层 庄严华丽 纹饰反复的精美礼服 礼服上的纹饰 则象征着织绣维扬 成都蜀锦 以多彩蜀丝之旧而成 与南京云锦 苏州宋锦 往西壮锦 并称中国四大冥锦 成都被称为锦关城 也源于汉朝在这里设立锦关 专门管理蜀地的丝绸之锦 千彩丝绸路 桃花开蜀锦 礼拜陛下的蜀道 虽难遇上倾天 却也难阻扶紧 冲破巴蜀山乱 随着商队 远效中亚 飞升海外 最终 克兵根据郭建波研究测量的三星堆丝绸残片精尾线的粗度与密度 复远处欺骗薄厚不一的死植物 这种比较轻质的比较薄的这种植物 我们推测可能用作古术鲜民的这种衣物的制作 那么对于这种精尾密度大比较厚重的这种植物来讲 与我们之前所推测的三星堆的文字的书写载体有一定关系 丝绸是否真的是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 还有待研究人员发现进一步的证据 但丝绸制造工艺的漫长发展过程 尤其是成系列丝织物品种的发现背后 是三星堆古国强大的社会组织力和足以供养这种分工的坚实物质基础 在三星堆发掘出的丝织残留物表明 早在三千多年前古蜀人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丝绸生产技术 而这些丝织残留物呢 不仅印证了大放异彩的蜀锦有着远远流长的历史 还让历史学家把他和古籍记载中的第一代古蜀王 残从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一件金光溢溢刻着神秘图案的权杖 则让一些学者听到了来自另外一位古蜀王的矿古回响 后代无耻无关 两耳各吹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 两位相对的鸟和鱼 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剑状物 起义而又华丽的图案 浸透着它的不凡气质 这是三星堆出土的又一件传世神器 金炸 古蜀人用一种流传至今 被称为赞克的古老记忆 在黄金表面不到一毫米的方寸之间 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 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 看上去就如同一条线 三星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 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 根据学者的研究 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 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 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 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 数量众多 包含鸟元素的文物 这些文物记录 展示着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 出土了象征王权和神权金杖的三星堆古城 会如一些专家所猜测的那样 是第三代古蜀王鱼符的王都吗 我们整个三星堆遗址 一共是有十二个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古城的南城墙 就在那几个院子所在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就刚好在南城墙以外 专家推测 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 有三重以上的城圈 第一重城圈 位于三星堆古城西北 称为月亮万小城 第二重城圈的南界 以三星堆城墙为近 第三重城圈 则以大城的南城墙为界 三重城圈既是不同的功能分区 也代表了不同的营建年代 按照功能分区 第一重城圈主要分布着 大型宫殿性质的建筑和一些祭祀场所 第二重城圈主要为普通居民区 第三重城圈的南部 就是异性惊天下的三星堆积四区 经过几代显明的步步扩建 到上代中期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三星堆古城 2023年6月 中华文明探员工程项目组 最新测年结果表明 三星堆移植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 确定为商朝末期 周朝初期 年轻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管员 颜雪 正在用显微镜观察 三星堆移植四号坑 硅镜层 最新出土的竹子和木炭遗存 硅镜层里有大量的竹子 还有一些楠木和黄莲木 这个黄莲木的木材成鲜黄色 都是可以提取黄色的染料的 所以这些木材 然后被选择用来 不管是用于祭祀活动 或者说是用来构建这个 我们的宗庙 都反映了鲜明 可能存在的一种上黄 喜欢黄色的这种习俗 沉甸甸的水稻 金黄的苏米 家竹野落和鱼 三千年前的古术人 在三星堆古城过着 耕作捕猎 骚死养残的生活 高大的神庙里 供奉着形态各异 充满想象力的情通器物 古术人在这里 祭祀先祖 天地和自然万物 祈求先祖和神明的庇物 散发着古术神明的青铜器 是三星堆文化 最具辨识度的载体 2022年6月 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内 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 被成功提取 这座神坛结构复杂 造型精巧 最下方的漏宫底座上 有十三个小人 他们分为四座 动作 服饰 形态 各异 贵座人 脸朝外 双手呈 持握姿 美面正宗的座姿人 发型 衣饰 都很特别 归在立柱上的四人 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 在小神兽尾部和颈部之间 还跪着一个人 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 根据已有造型估算 专家们认为 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 可能是古术人想象中 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我们在第一时间 发现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现代四川人 抬滑杆的这种造型的时候 我们都惊呆了 三千多年前 结构如此复杂精细的清统器 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 郭汉忠正与郭建波一道 用X射线探商机 扫描青铜神坛 依靠高科技手段 探究文物内部结构 他们试图解开古术仙人 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这个神坛呢 主要是体现在 杆与杆 杆与人手之间 他其实在做模具 或者说是在 这个胶筑好之后 他都经过了这个 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 所以 他的吻合度 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 他是分头部 手部 以及身体 三个部分 先分别铸造之后 再通过同叶铸接的形式 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这种接缝的痕迹 所以 他是采用这种分柱 那么分柱就是 将各个部件 分别铸造好之后 再通过同叶铸接的形式 连接成为一体 这是他的三星堆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 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古术先民 用目光丈量天地 用青铜描摹神奇 大小不一 造型各异的青铜器 展示了三星堆耀眼的 青铜文明 那么 要打造如此数量 众多的青铜器 所耗费的 数以青铜器的铜料矿石 又来自何方呢 四川大学李海超教授 正在和文保工作人员 一同清理保护 新出土的三星堆青铜面具 看似不起眼的青铜碎屑 被小心地收集起来 随后 他们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 对这些青铜碎屑 进行检测分析 据华阳国志记载 属地产铜 在距三星堆 仅几十公里 当利宁盘山新民 进入成都平原时 穿越的龙门山脉 就产有碧玉 金 银 珠 铜 那么 三星堆使用的各类原料 会不会就取自龙门山呢 四川大学的李海超教授 和他的助手 一直在寻找着 三星堆统契原料的来源 我们现在呢 也是在成都平原 这个附近周边 进行一个比较广泛的调查 对可能存在铜矿的地方呢 都去采集一些矿石啊 希望最终能够建立一个 矿石与铅铜器之间的 这样一个对比的一个连接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三星堆遗址铜器制作 背景复杂 原料技术风格 均体现出多元化特征 进一步证实 三星堆遇其 开始 颖子 掌握 平原料技术 解采 这种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 长江中下游文明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似曾相识的器物 就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 最忠实的结构者 三星堆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使得中华文明更加的丰富多产 文明的效望 有的悄然无声 有的惨烈血腥 三星堆文明 又是因何效望的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城墙 从上到下 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层 从这些地层里面 我们看不到跟洪水地震有关的一些现象 它迁都的话 最大的可能是内部的原因 不是外部的因素 不是洪水地震等等 排除自然灾难的可能性 考古学家们将目光 聚焦到三星堆文明的内部 2023年5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有了一下最新发现 三号 七号 八号祭祀坑 新出土的铜神树残剑 与1986年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 二号铜神树 初步拼对在了一起 这些在掩埋前 就已经被人为打碎焚烧的青铜器 为人们揭秘三星堆消亡的真相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一件东西出在不同的坑里面 那么表明这些坑都是同时形成的 这些坑里边的埋藏文物 所呈现出来这种埋藏的行为 看起来是一种非常从容 非常有规划的行为 三星堆的消亡的话 我认为可能是与 这个古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而产生的内乱 或者是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 是有关联的 内乱的话 导致了这个迁都行为 在迁都之前把这个 原来盛放在神庙当中的一些 神器和忌器 就分别的埋到了几个大坑里面 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 三星堆古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 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 坚韧不拔 充满智慧的古蜀先民 仍将继续创造 他们的传奇 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役 由盛至衰的历史 今天它与银盘山 桂园桥八大古城一起 勾勒出古蜀文明 起始形成发展的脉络 尤其显示出古蜀文明 与黄河流域文明 常将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 和相互影响 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时政 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 开放包容的三星堆 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 绽放出繁荣亮丽的文化面目 这是三星堆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 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长盛不衰的文明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